宏光政权作为大明的延续 虽然从上到下腐败头顶 灭亡是迟早的事情 但作为一个军事配置 人员架构完整的国家来说 并不是完全没有生存的机会 即便最终逃不开灭亡的结局 但也能延长自己的生存期 南明让人气愤的地方 不在于抓不住机会 而是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 他们直接选择无视 当满清对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 完成了实际控制后 朱尔滚开始了全国大一统的步伐 此时摆在他面前的障碍还有两个 一个是溃逃到西北的李自成 另外一个是盘踞江南的宏光政权 朱尔滚打算避其功于一役 于是兵分两路 制定了南县和西县的作战计划 南县由定国大将军多夺挂帅统领 洪友德、耿仲明等大明降将作为辅助 目标直指南京城 西县由静远大将军阿纪格挂帅 大明降将吴三桂、尚可喜配合一起出征 目标直指李自成的本部西安 在大军起征前 清廷向天下人发布了席文 声称 洪光政权不救援先帝 善立朝廷、藩镇、拥兵虐民 为此要为天下人除害 与此同时 清廷还将南明定义为伪政权 经过这么一系列操作 满清征讨南明变得合情合理 充分站上了道德高地 南明得知清军大举朝南京进发后 满朝文武顿时慌张 不知该如何应对 洪光帝甚至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没过多久 多多率领的南下大军已经渡过黄河 距离南京越来越近 可就在此时 南县大军却突然调转方向挥师西进 事出反常必有妖 多多大军调转枪头并不是善心大发 而是李自成突然回光返照 纠集了大规模残余兵力 对淮庆府的清军进行了猛攻 在这轮攻势下 驻扎在淮庆的清兵几乎全军覆没 沁阳县也被大顺军重重包围 支撑不了多久 多尔滚本以为李自成会归缩在西安 等待清军决议死战 没想到他会突然上演这一出 面对突然生变的局势 多尔滚决定暂时放弃南县进攻 先来支援沁阳县 防止生变 如果此时南明主动联合张献忠 等一些起义军共同夹击清军 让李自成正面和清军硬杠 他们在后面形成包围之势 不能说全歼清军 至少会让他们元气大伤 十年内不会大举用兵 甚至会退回关内 即便是南明没有能力团结张献忠 和其他起义军一起偷袭清军 在多夺挥师西晋的时候 南明也可以趁机把中原黄河一带拿回来 进一步巩固自身实力 也为将来和满清全面对峙 积累更多的筹码 多尔滚突然调整策略 让多夺挥师西晋是一招险棋 放在三国时期 这样的举动会被看作重大战略失误 弄不好就会被包了饺子 多尔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之所以敢如此大胆冒进 是因为他面对的对手是南明 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以及和南明官员的接触 他知道南明已经烂倒根了 但凡南明朝廷有一丝北上的野心 多尔滚都不敢改变策略 在他眼里 南明官员都是一群农包 根本不敢在大后方搞事情 事实证明 多尔滚的判断是正确的 不仅南明官员是一群农包 在他眼里 李自成率领的也是一群乌合之众 当初李自成率领大军 一路高歌猛击打进北京城的时候 满清在他面前只是个小角色 面对大顺军满清根本没有与之一战的信心和欲望 但后来李自成的一系列操作让满清明白 大顺军也是一群纸老虎 确切来讲是没有脑子的纸老虎 只懂得横冲直撞 不懂得管理和运营国家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 本应该遵循章法来治理国家 但他还是沿用之前平均主义那一套 任由将士在北京城内烧杀抢掠 李自成骨子里是个农民 压根没把自己当作帝王 即便后来登基称帝 本质上还是一个流寇 没有眼光 着实和战略 他只是把北京城当作暂时落脚点 而不是一个根据地 抢完了北京城 再去下一个地方烧杀抢掠 当初在山海关被清军大败后 虽然伤亡惨重 但完全没有走到灭亡的地步 他可以通过节节阻击来干扰清军 让大部队有计划的撤退 以谋东山再起 但现实情况是 李自成前线战败的消息一经传来 三军将士瞬间一溃千里 把整个黄河流域拱手相让 这一举动都让清军看猛了 他们也觉得中原来得太容易了 此次李自成纠集大军攻打怀庆 起初把多尔滚吓出一身冷汗 后来仔细一想 李自成这个举动实际上是救了清军 如果李自成能够沉得住气 等多多大军已经和南明开战的时候 突然攻打怀庆府 届时即便多多想前来救援都无能为力 西县清军会面临孤立无援的境地 李自成的此次行动 充分引起了多尔滚的警觉 让满清改变了策略 先集中精力消灭李自成 再来解决南明 这无异于给自己引火烧身 同时也为南明解了围 西县军在多多的帮助下 一路势如破竹 再次把李自成打得溃败 不久后 清军向同关发起了猛攻 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负责守城 最后城破祭陶 紧接着 刘方亮也被打败 无奈之下 李自成选择亲自出马 但此时的大顺军已是强弩之末 李自成的出马并没扭转局面 1645年正月十一 李自成见胜利无望 无奈之下选择退守西安 同关是西安的东大门 同关失守 让西安彻底没有了屏障 大门尽开 李自成见状不妙 在西安稍作停留 随后撤退到河南拂牛山 正月十八 多多大军正式拿下西安城 拿下西安后 多尔滚让阿基格处理善后工作 然后 命多多按照原计划继续攻打南京 多多先是回到洛阳进行休整 准备四月再大举进攻 从李自成十月发动怀庆战役 到来年四月 多多挥师南下 南明获得了大半年的喘息之机 这半年 本应该是整军备武 动员练兵的好时机 即便不去冒险收回黄河一带 也可以趁机加固城墙 更好地面对清军来犯 在李自成和满清大战期间 南明一些良心未敏的官员 主动上书 要求加击清军 江西总督袁济贤 山东总督王永吉等人 极力主张收回黄河一带 为了让朝廷能够出兵 袁济贤更是抛出纯王齿寒的理论 他非常勇敢地说 要是李自成被打败 南明也会离灭王不远 但石可法和马世英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觉得李自成是流寇 和大明是世仇 不能自降身段和他们为伍 而且清军不主动南下 是出于仁慈 不能主动挑适 让满清生气 于是坚决反对挥师北上的建议 南明朝堂知道 李自成已经牵制了清军大部分主力 黄河一线只有豪格 率领为数不多的士兵在镇守 南明完全有能力将其击溃 但在内战内行 外战外行的思想指导下 南明外白浪费了这次扭转局面的好机会 在这半年时间里 虽然南明没有受战火侵扰 但满朝官员也没有闲着 他们并不是为了国家历经图治 而是继续沉浸在内耗当中 当初东林党在选皇帝的过程中败下阵来 但他们并没有打算放弃 而是卷土重来 当时马世英准备举荐阮 入朝身居高位 因为阮大成对马世英有恩 而且是利益共同体 但此举遭到了东林党的反对 双方在朝堂上经常争执的面红耳赤 东林党并不是对阮大成有意见 而是对马世英支持的人一律进行反对 南明是大明的延续 依然遵循前朝的制度 阮大成要想入朝 必须在朝堂上进行集体表决 如果东林党不同意 就没法通过 而马世英直接无视皇帝的存在 动用内阁首府票拟权 直接启用阮大成 再次让东林党大败 不甘心落败的东林党 开始像泼妇骂街一样 用极其污秽的语言和马世英在朝堂上对骂 俨然把南明朝堂变成了菜市场 这只是南明朝堂争斗的冰山一角 诸如此类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 官员们将自身价值和存在感 都放在互相开思上面 与此同时 在这半年里 南明发生了三大一案 分别是大悲案 贾太子案和同飞案 这些悬疑案件的背后 也存在诸多政治斗争的影子 这几起悬案 也把南明政权推入万劫不复之地 让其坠落深渊 再也没能爬上来 如今时移事异 关于三大悬案的说法 众说纷纭 但仍能在史料中 大体复原当时的情景 1644年12月的一天 南京城内出现了一个和尚 法浩大碑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 城里出现逃难的和尚也很正常 但蹊跷之处在于 大碑和尚说 自己是明朝的亲王 在大明朝已经灭亡的情况下 如果在南明出现一位前朝的王爷 虽说不能取代现在的洪光帝 但也得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而且他说的话也有一定的分量 为了鉴定和尚身份的真假 洪光帝立即派人进行核查 和尚声称 崇祯皇帝在世时 曾封自己为齐王 但他没答应 后来 崇祯又封他做吴王 此时距离崇祯在梅山上掉不过八个月的时间 关于崇祯皇帝册封王爷的记录一查便知 事实证明 大碑和尚是个冒牌货 根本不是什么王爷 这起案件之所以不简单 是因为在审讯的过程中 大碑和尚突然冒出来一句话 他说 陆王施恩百姓 人人扶之 该与他做正位 事情发展到这里 才暴露出大碑和尚的真正目的 他从假装王爷到束手就擒 就是为了把这句话说出来 主审官知道此事不简单 一定有人从背后指使 不然 一个和尚没有动机去做这样的事情 后来和尚承认 是钱千亿指使他这么做的 而钱千亿之前是东林党的领袖 也是最早支持陆王上尉的人 后来东林党被打压 钱千亿见状不妙 又倒戈投奔了马世英 钱千亿得知此事后 立马尚书表示 自己不知情此事 更没有接触过大碑和尚 但阮大成果断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们在大碑和尚招供的基础上 又伪造了一大批名单 让和尚承认 这批名单总共有143人 全部都是东林党成员 甚至还包括石壳法在内 宏光皇帝和马世英看到名单后 大吃一惊 如果把名单上的人都杀了 整个朝堂就都没人了 皇帝也就成了光感司令 马世英知道 这份名单是阮大成用来栽赃陷害的手段 于是把大碑和尚杀了后 便草草了事 但幕后主使是否真的是前千亿还不得而知 这个悬案被称为大碑案 大碑案还没完全过去 贾太子案紧接着来了 1644年12月 红炉四卿高梦基派手下幕虎出去办事 在途中遇到一位少年 两人交谈甚欢 于是打算结伴而行 在夜宿客栈的时候 幕虎发现 少年的贴身衣物上居然绣着龙纹 在古代只有皇家子弟才能在衣服上绣龙纹 普通人穿这种衣服可是死罪 这种文化烙印延续了上千年 即使目不识丁的人也知道 不能随便使用龙纹 幕虎看到少年衣物上的龙纹大惊 经过反复询问后 少年才坦诚说 自己是崇祯皇帝的太子 这些年一直隐藏自己的身份 在外颠沛流离 不敢轻易透露自己的身份 幕虎回到南京后 第一时间向高梦基报告了这个消息 得知消息的他又惊又喜 如果此太子是真的 南明朝廷就会发生一场天翻地覆 很多人的命运会就此改变 此前 宏光帝为了让自己的位置更加稳固 宣称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已经死亡 而且为他们追封了嗜好 此时贸然上奏朝廷将少年公之于众 肯定是死路一条 这是一件天大的事 虽然他也半信半疑 但少年一直言之凿凿 为了稳妥起见 暂时将少年安置到杭州 打算观察一段时间再考虑如何做 但此少年并不想保持低调 在杭州期间他经常在酒馆里大吃大喝 喝醉以后就自称自己是崇祯的太子 一时间整个杭州城都在议论此事 无奈之下高梦基再次把他转移 但此消息已经传到南京 满朝文武也开始纷纷议论此事 高梦基见事情败露 于是把少年推到台前 此时最焦急的就是宏光皇帝 于是派了一些前朝见过崇祯太子的人 前去确认 如果是真的就想办法杀死 如果是冒充的 还是逃不了一死 南明朝城中见过崇祯太子的人不在少数 像李成方、鲁九德这些太监 就经常见到皇室宗亲 而且当年给太子上课的讲师刘正宗、李景莲等人也都健在 经过他们的辩认后做出一致的判断 这个太子是假的 当时左茂帝正在北京出使 得知南京城崇祯太子一事后也发来密奏 说北京也出现了崇祯太子 于是洪光帝基本上判断此人是冒牌的 紧接着派人对其进行严加审问 冒充太子的人毕竟是个少年 还没对他大行伺候他 便全部招供了 原来此事的幕后主使正是高梦基的下属幕虎所为 尽管大家知道幕虎只是其中一个小兵 真正的幕后大佬肯定不是他 但洪光皇帝和马世英等人不再打算深究了 害怕因此再牵扯出一批人 如果把整个朝廷都杀光了 以后谁还出来办事 于是洪光皇帝下令将假太子和幕虎下狱 高梦基被革职处理 案件已经终结了 但人们对幕后真正主使的疑问仍然没有消失 紧接着1645年 又发生了一件比较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次不再是冒充太子和王爷 而是直接冒充皇帝的老婆 当时一名姓童的女子 声称自己是洪光帝的原配妃子 因为战乱来走散 如今前来寻亲 他说自己17岁入宫 今年36岁被册封为曹内监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他说当时的东宫是皇室妃子 西宫是李室妃子 看女子描述的有字有言 下面的官员不知如何是好 于是马上把女子送往南京 让洪光帝亲自辨别 洪光帝见了女子之后 哭笑不得 当即让北镇府司 关押起来进行审讯 为了给大臣们一个交代 洪光帝还单独解释了一番 他说自己的原配早已经去世 后妃李氏也在战乱中死亡 而当时他自己只是个郡王 根本不可能有东宫西宫 大臣一听才恍然大悟 即便是皇帝撒谎 但洪光帝做郡王的时候 没有东宫西宫 却是千真万确 这足以说明 同性女子在欺骗众人 一般来讲 假冒前朝太子和王爷 还说得过去 因为见过他们的人不是很多 即便是见过 也不能保证 一定认得当时的容貌 而假扮别人的老婆 就显得很荒唐 夫妻作为朝夕相处的人 每一个特征都能辨别出来 但蹊跷之处就在这里 同性女子为什么这么大的胆子 在洪光皇帝在世的时候 就敢假冒皇妃 明知道是死路还一心求死 这背后必然有人指使 那到底是谁指使的呢 把三个一案串起来看 会发现一个共同特点 不管是假冒亲王 太子 还是皇妃 目的都是为了给洪光帝泼脏水 或者证明他得位不正 谁最希望洪光帝倒台呢 答案就是东林党 在洪光帝继位之前 东林党就和洪光帝有过节 并极力阻止他继位 洪光上台以后 东林党又全面受到了打压 此时没有人比东林党更记恨洪光帝 平时在朝堂上 东林党不敢对皇帝直接开炮 于是就骂阮大成 马世英等人 因为他们是皇帝的走狗 骂这些人就相当于变相地骂洪光帝 这相当于打狗给主人看 但洪光帝和马世英等人 都是一群没有廉耻和下线的人 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骂他们 更别指望他们会珍惜自身羽毛 因为被骂而寻短见 对于没有道德的人 别指望用道德去绑架他们 眼看洪光帝和马世英 不吃他们这一套 于是又重金收买他人 来假扮亲王、太子和皇妃 目的就是为了让世人知道 陆王施安百姓 人人扶之 该与他做皇位这句话 东林党想借此 来唤醒人们大臣们的良知 让他们为陆王翻案 只不过南明的官员们 早已没有了良知 除非朱元璋在世 否则大家不会去主动推翻洪光帝 在制造悬案的同时 东林党想把曾经的大叛徒 钱千亿一并收拾了 只不过没把钱千亿拉下马 刚开始 东林党让大悲和尚冒充亲王 只是小事牛刀 这一招被洪光帝给轻松化解了 紧接着又招人假扮太子 试图替代洪光帝的地位 实际上 在洪光帝刚得知假太子消息的时候 就已经放出话 他说 如果真是崇祯皇帝的太子 那就认他做儿子 因为洪光和崇祯是同一辈份 认崇祯的孩子 不但能体现自己的人意 同时也告诉大家 自己的皇位暂时不可能被取代 东林党看这两招都不奏效 于是祭出了假皇妃案 这一招看起来荒唐无比 实则非常阴毒 如果能确定皇妃的身份是真的 而洪光和皇妃的说辞有出入 那就能证明洪光帝是假的 是假冒的皇子 届时洪光不但皇帝做不成 性命也会不保 东林党的这三招 可谓是阴险狠毒 招招致命 只不过其差一招 最终失败了 事后来看 这三起案件都指向了东林党 但在当时看来 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 是东林党干的 所以被称为疑案 通过这几起案件 也能看出来 南明的政治肮脏 和内斗激烈程度 已经到达了历史巅峰 三大疑案虽然过去了 南明的腐朽依然在延续 就在多夺全力攻打李自成之际 石可法和高杰一起商量 挥师北进 不过 他们并不是去打清军 而是打算和清军联合围剿李自成 为此 石可法给留守黄河的豪格 送了一封信 说是想联合清军一起讨伐李自成 而豪格回信称 如果你们愿意弃案投名 可以到黄河来商量具体事宜 原来 豪格把石可法联合剿匪的信件 当成前来投降的投名状 一时间把石可法弄得尴尬不已 既然合作被拒 石可法也不再强求 他安排高杰沿着黄河沿岸驻兵防御 高杰到达归德后 给衰州总兵许定国写信 邀其商讨防御大计 而一向与高杰交好的许定国 却拒绝了他 许定国只是表面上和高杰交好 内心对他恨之入骨 高杰原先是李自成的部将 当初跟着李自成东征西讨的时候 也做过不少坏事 当时他路过一个村子 直接把全村人都杀了 许定国侥幸逃脱 高杰显然不记得此事 而许定国一直怀恨在心 并伺机报复 高杰见许定国拒绝了自己 于是带着河南巡抚 岳其杰一起找许定国讨个说法 此时 许定国早已经暗中投靠了豪格 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 许定国还把自己的两个儿子 压在豪格那里做人质 当高杰到达衰州后 许定国派人到豪格那里颁救兵 豪格也想过河去救援 但他手里实在是没兵 但又不能让许定国知道自己没兵 于是推辞称 多尔滚没下命令 他不能随意出兵 眼见豪格不能出兵 许定国也不能坐以待毙 于是摆了一桌鸿门宴 高杰认为 他和许定国关系不错 认定对方不会杀自己 只要解开误会就好了 于是前去赴宴 结果 许定国二话没说 直接把高杰杀了 次日 高杰的军队得知主将被杀 于是 对衰州发起大举进攻 但没有主将坐镇指挥 高杰的军队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不但没有杀死许定国 还让他趁乱逃到黄河对岸 于是脱险的许定国 正式向豪格投降 高杰死后 其他三路总兵蠢蠢欲动 试图把高杰的军队拒为己有 他们整顿军队 准备攻打高杰的大本营 徐州 就在此时 石可法来到徐州 为高杰善后 他带着宏光皇帝的诏书 立高杰之子高原爵 接替高杰的职位 又提拔高杰的外甥 李本申为提督 迅速补上了高杰死后的空缺 让其他总兵 趁火打劫的计划落空 高杰的老婆 刑夫人是个聪明人 他知道 高原爵和李本申 根本驾驭不了高家军 一旦石可法离开 军队就会慢慢失控 于是请求石可法 把高原爵收为义子 从南明大局来讲 刑夫人这个做法是正确的 但石可法一直觉得 高杰是刘寇出身 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接纳 于是拒绝了 最后 让掌管江北兵马良响的太监 把高原爵收为了义子 从此事可以看出来 石可法做事过于保守 甚至有点迂腐至极 这种举动 相当于把高家军当作了弃子 也让高级的士兵们感到心寒 虽然都在为南明效力 但在其他根正苗红的人眼里 他们始终还是流寇 就在这种相互内耗的氛围里 南明把李自成给他们争取的 半年喘息之机彻底浪费了 满清打败李自成之后 西北和中原方面的隐患 已经彻底消除 盘踞西南的张献中 对他们构不成威胁 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来对付南明 在进攻南明问题上 多尔滚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方案 他将清军分成三路 分别是多夺率领的中路军 阿基格率领的西路军 和准塔率领的东路军 这三路军当中 实力最强的是多夺 刚打胜仗的他士气高涨 留在河南修整的他 距离南京也最近 东路军准塔是接替了豪格的位置 需要重新整备兵马 速度不会很快 而阿基格领导的西路军 正在围剿李自成的残余势力 按照多尔滚的预料 给南明压力最大的 应该是多夺的中路军 但阿基格却从中杀出了一个意外 原来 阿基格在围剿李自成残余势力的时候 一路把他赶到襄阳 自古至今 襄阳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而且 襄阳距离武昌只有五百多里 骑兵不用五天就能赶到 而且来到武昌的不是别人 而是李自成和阿基格 这两人都不是擅长 随便一个都让人难以对付 两个同时到来 更让人头大 此时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坐立南安 经过一番权衡后 左良玉打算弃守武昌 直奔南京 左良玉动身的消息传回南京 整个朝堂都炸了 尤其是马世英等人 更是惊慌失措 他们并不怕阿基格和李自成来到武昌 阿基格和李自成都没有水师 此时 袁济贤还牢牢守着九江 一时之间攻不到南京 他们怕的是左良玉 此次左良玉来南京之前 对外声称 自己得到了天子密诏 进南京是为了清军策 讨伐马世英 这个局面让多尔滚看得有些猛 自己的大军还没逼近南京 南京就先自己乱了 看到南明内乱 多尔滚便不再着急 而是静观其变 左良玉之所以看马世英不顺眼 是因为在拥立洪光皇帝的时候 马世英 高杰等人 凭借用力之功 赚得盆满钵满 而身为老臣的左良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边缘化 心里早就憋着气 很早就想找机会收拾他们 如今 借着阿基格和李自成破禁武昌的时机 准备大举进京 此时 洪光帝让湖广总督 和藤郊 寻暗皇树出面劝解 在两人苦口婆心的劝解下 左良玉答应 效忠洪光帝 但左良玉只是表面上服软 内心实则一直在寻找机会 身为 湖光寻暗的皇树 在南明时期 可谓是家喻户晓 他在当时 算是一个愤青 每天干的事情 就是骂马世英 虽然他不是东陵党 但在骂马世英这件事上 比东陵党还积极 他不仅骂马世英 还给马世英定了石宗罪 每一条都足以让马世英被砍头 左良玉之所以肯听黄树的劝说 就是想把他收支麾下 用黄树的嘴皮子 来和马世英兑现 然后寻找机会倾军策 黄树和马世英 骂了一段时间后 左良玉还是没找到突破口 此时的他已经等不及了 于是 想起了之前的假太子案 此时的假太子 还被收监在大牢里 虽然朝廷说他是假的 但左良玉想把他变成真的 为了让事情变得更加可信 左良玉把假太子案的过程 给篡改了一下 他对外放出消息 说良心未敏的吴三桂 为了给大明留一丝血脉 把从李自成抢来的太子 送给了石可法 石可法将其安置在兴善寺 洪光皇帝派卢久德等人 前去辩任的时候 他们一见此人便磕头跪拜 马世英为了维护洪光皇帝 故意把他说成假的 当这个说法传出去后 尽管很多人不信 但也有人相信 左良玉感觉时机到了 1645年3月25 左良玉一把火烧了武昌城 然后打着匡扶正义的旗帜 直逼南京 在去南京的过程中 左良玉必须解决 驻守在九江的袁继贤 起初他想拉袁继贤入伙 但袁继贤不想做反叛的事情 并斥责左良玉这么做 是大逆不道 袁继贤虽然不想放左良玉过去 但他的兵力不如左良玉 真的打起来 失败的还是自己 于是 袁继贤打算和左良玉谈判 但谈了好久 两人仍然没有达成一致 此时 袁继贤的属下着急了 他们不想跟左良玉硬碰硬 只想求个安稳 他们觉得 左良玉只想从九江路过 并不想发生战争 那就干脆放他过去 不要惹麻烦 看着自己属下恶狠狠的眼神 袁继贤只能答应放行 但左良玉的士兵一半是土匪 一半是流寇 他们进入九江城的第一件事 就是烧杀抢掠 把城内的财物洗劫一空 城内妇女被奸淫凌辱 一夜之间 九江哀嚎遍野 宛如人间地狱 袁继贤看到这幅景象 肠子已经毁清了 于是想上吊自杀 好在被身边的人劝住了 回过神来的袁继贤打算找出城找左良玉算账 出人意料的是 常年重病缠身的左良玉在荡天夜里不治身亡 左良玉死后 他的军队并没有因为群龙无首而乱掉 在后营总兵惠登相的支持下 左良玉之子左孟庚成为新的主帅 他打算继承父亲的意志 继续进军南京 此时 左家军距离安庆只有几十里 只要破了安庆 南京就是囊中之物 宏光皇帝眼看形势不妙 赶紧宣布 对南京实施戒严 并召来马士英、石可法商量对策 此时多夺的大军也快抵达南京 一边是清军 一边是叛军 摆在南明头上的压力非常大 在如何化解危机这件事上 马士英和石可法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石可法认为 左孟庚打着清军策的名义来南京 并不是想杀皇帝 不如就放他们进来 看看他什么意思 石可法这个建议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 因为很多人早就看马士英、阮大成不爽了 左孟庚进来 把马士英、阮大成杀了 并不是一件坏事 马士英当然知道石可法的意图 他坚决表示不同意 然后紧急调动 黄德公、刘梁佐等人来南京进行防御 石可法一看 马士英已经先下手为强 只能返回扬州准备防守 马士英这一番调兵潜将 虽然暂时遏制住了左孟庚 但却让多多捡了个大漏 本来清军需要突破 刘梁佐、黄德公等人的防线才能到达扬州 如今马士英把他们都调到南京了 多多没了阻碍 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扬州城下 眼看形势越来越危急 南京城破只是旦夕之间的事情 马士英和阮大成已经想好了退路 一旦扬州和安庆失守 他们就选择逃跑 而石可法却打算和扬州共进退 在历史上石可法的名气非常大 只要提起他 就会伸出大拇指称赞他有骨气 但骨气和个人能力不是一回事 虽然石可法一身正气 但是打仗这方面水平一般 甚至说有点低能 在驾驭属下方面也缺乏胆识和谋略 经常让下属骑在他头上 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 多多的大军来到扬州城下并没着急进攻 因为虽然骑兵已经到了 但步兵的大炮还没到 扬州城墙非常坚固 没有大炮很难攻下来 在双方对垒之际 石可法手下将领建议此时派兵出击 一旦多多大军集结完毕就危险了 从客观角度来讲 此时打一个多多立足未稳 要比死守扬州城靠谱多了 但石可法一口给回绝了 他仍然选择关锦城门进行死守 此时扬州城内只有几千士兵 面对多多的数万大军根本无法匹敌 虽然石可法抱着必死的决心 但他的手下并不一定想死 甘肃总兵李楼凤和监军高齐凤 想挟持石可法一起投降 但石可法死活不同意 后来两人放开石可法 带着自己的士兵出城投降 对于属下叛变 正确的做法是杀鸡儆猴 而石可法却没有进行阻拦 而是大度地放他们出城 这种做法看起来很君子 实际上让军心再次动摇 此时扬州城内的士兵不但减少 而且士气也非常低落 4月24集结完毕的清军 对扬州城发起了猛攻 扬州没能坚持多久便被攻破 石可法在战斗中以身殉国 战后石可法的部将到处寻找他的尸体 但在堆积如山的尸首面前 石可法犹如石沉大海 无奈之下 他的部下只好把他的衣物葬在了梅花里 多多对石可法也比较敬佩 攻破扬州后下令要优待他的家属 看到扬州城这般壮烈 多多不禁心都一凉 要是南明都像石可法这样 这仗还真不好打 战争从来都不是浪漫的 攻下扬州后 多多为了震慑抵抗力量 在扬州城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这场大屠杀从4月25日一直持续到5月5日 史称扬州十日 关于这场大屠杀 有详实的史料记载 其残忍程度 放眼整个人类历史都是很罕见的 失去扬州这座屏障后 南京城陷入一片恐慌 尤其是得知清军在里面进行了大屠杀 南明上下都被吓破了胆 4月26日 宏光皇帝召集群臣商讨对策 他提出迁都的决定 所谓的迁都 实际上就是逃跑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逃跑似乎是最合理的选择 但这个提议 遭到了礼部尚书钱迁义的强烈反对 紧接着 其他大臣也跟着附和表示反对 迁都之事只能暂时搁置 作为投机分子 钱迁义不同意迁都 难道是想和南明共存亡吗 如果实可法说出这样的话 还有点可信度 但放在钱迁义身上 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钱迁义以及整个南明大臣看来 南明灭亡并不可怕 朝代亡了 可能会把皇帝杀掉 但大臣们只要举手投降 一般都会相安无事 而且新朝廷也会启用前朝的官员 对他们来讲 只是换了一个老板 其他待遇一起照旧 所以大臣们并不想迁都 原地等待清军打过来 也比来回折腾强 但马世英对迁都之事比较上心 因为他的权力都依附于洪光皇帝 一旦洪光倒了 即便是投降满清 他的官职也不可能像现在那么大 就在群臣争执 要不要迁都的时候 清军已经离南京城不远 此时洪光帝朱游松 已经等不及了 下定决心打算跑路 在跑路之前 朱游松为了避人耳目 还特地伪装了一下 他先是表示自己会死守南京城 然后又在后宫安排了歌舞表演 邀请一众大臣们前来喝茶听戏 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 当布置完这一切后 他带着士兵偷偷开溜了 留下一众大臣在风中凌乱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在皇帝开溜之前 马世英已经抢先一步逃跑了 皇帝和内阁首府都跑了 整个国家群龙无首 南京守备大臣赵之龙准备主持大局 当大家都在等他的决定时 他双臂一挥 告诉大家南京城以后改姓大清了 5月14日 当多夺率领清军入城的时候 赵之龙、前千亿已经率领大臣们 毕恭毕敬地等候清军到来 多夺虽然拿下了南京城 但还未抓住朱油松 只要皇帝还在 就不能说明朝代灭亡 于是清军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全面捉拿朱油松 朱油松在治国方面是个农包 但在逃跑方面非常有天赋 他先是跑到刘孔昭那里寻求庇护 结果被拒 后来又跑到黄德宫那里 起初黄德宫还不知道南京城已破 当朱油松告诉他实情以后 黄德宫指着朱油松的鼻子 就是破口大骂 骂完了之后 黄德宫带着朱油松一起逃跑 但没过几天就被清军追上 在吴湖将他们拦住 清军之所以能这么快找到朱油松 并不是他们多熟悉这片地方 而是刘良左投降清军后 带着他们一起追击 所以很快找到了朱油松 当吴湖被攻破后 黄德宫选择了自杀 而朱油松在刘良左的护送下 被押到南京向多多投降 此时 马世英率领着一支军队 一路往杭州赶去 和他一起的还有南明的邹太后 到了杭州后 驻守此地的陆王朱长方 和浙江巡抚张炳珍 让马世英进来避难 几天后 阮大成等人也来到杭州和他们会合 并带来了朱油松被俘 黄德宫战死的消息 马世英见朱油松已经被俘 于是决定另立朝廷 此时陆王朱长方正好在身边 他就是县城的接班人 于是 马世英和东陵党简单一商量 决定让朱长方登基称帝 当皇帝本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 但朱长方却死活不干 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做皇帝 弄不好就会伸手易处 他不想做这个冤大头 后来在马世英等人的软磨硬炮下 加上邹太后下了一旨 才把朱长方赶上架做了监国 仅次于皇帝 朱长方上任第一天 大臣们又开始像往常一样 互相之间开丝 瞬间又回到乌烟瘴气的状态 马世英表面上安排军队进行防御 实际上 还是想和清军议和 但此时已经没有人愿意到清军大营里受辱 而且清军对南明已经形成碾压之势 完全没有弹劾的必要 就在南明内部乱成一锅粥的时候 乌尔哈赤的孙子贝勒伯洛 已经率兵朝杭州赶来 马世英健壮 直接没跟朱长方打招呼 便带着人逃跑 阮大成等人也紧随其后 狼狈地逃到雾州 此时清军派来了南明投降的官员前来招降 让朱长方主动投降 朱长方一听非常乐意 要不是马世英强迫他做监国 他早就跟清军投诚了 6月14日 清军全面占领杭州 并对浙江府官员进行招降 这些官员们几乎都没考虑 就争先恐后的排队 到清军面前献殷勤 准备投降 紧接着 宁波、湖州、嘉兴等地 也纷纷主动投降 至此 整个江南全部沦陷 不久后 洪光帝、邹太后、陆王、惠王等人 皆被押送北京 邹太后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 在半路上自尽而亡 剩余其他人 到了北京后 皆被处死 随着洪光帝等人被处死 一个荒唐的时代结束了 但南明的历史还没结束 更荒唐的事情还在继续上演